原來兩個Case是同一個Case 那現在他是把北卡的和哈佛的分開了 在這個審理過程當中 北卡的案子Jackson是參與 但是在哈佛的審理過程當中 Jackson反觀是不在 所以從總體上來說 最後去寫這個opinion的時候 他這個是在北卡的時候 Jackson法官會參與 哈佛的那個opinion他就已經不能參與了 那說說你們吧 你們在那還幹了些什麼 我其實挺好奇的 就說只是去了聽了一下 看了一個電視直播嗎 然後還有其他的什麼行動嗎 這次我是代表兩個組織 一個是就是Bob Peck跟Word Connelly先生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SBC跟Jeff Town還有另外一個理事 然後就是我們的副主席一起去了 春華 去了我們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說參加那個之前的這個rally 就是向全美人民來受我們一方的這個力量 我們的voice 所以呢 那 春華 作為SBC的代表 在那個rally 發了言 我們鋼槍有力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我們必須繼續戰鬥 並通過我們的年代 和年代 另外的話我們是我們這些各方組織吧 等於是一個大聚會 就是說之前的話我們就是在每一個組織 都在這個組委會裡面有個代表 就是大家商量如何舉行這次聚會 如何幫助SFFA如何來做這個造勢 所以我們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 這一次呢是大家都已經是文明已久的 很多這個在各方面各個州在做類似努力的 這樣一個華人團體的一些等於是 積極分子一些組織者吧 能夠聚在一起大家共同商量一下 就是以後我們該這個事情該怎麼走 整個在美國範圍內 如果我們跟我們價值觀相近的這些組織 我們該怎麼樣合作 所以實際上除了哈佛案這個 據說大家都共同關心的事情事件以外 就是我們等於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的一個 結社 我們叫結社對吧 也是 就說大家是有這個機會可以面對面的去商談 如何以至今後我們的路怎麼走 華人參政 華人去影響這個社會怎麼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而且很有鼓舞性 Word Colley先生他就提過好幾次 他說他就把他認為自己是一個亞裔美國人的一部分 因為在近些年的這個維權的這個鬥爭中呢 我們的亞裔團體亞裔人 尤其是華人 OK 其實一直走在這個前鋒的這個位置 就是說 像華盛頓的運動 還有咱們加州的運動 2020年那個大家都知道 就基本上都是華人主導的 所以Word Colley看在眼裡呢 他這個心理 他對我們的這個華人的這個 積極分子是非常尊重的 就是基本上他 他要說到我們就會說 my people 他因為我們是理念非常一致 他就會自然的會覺得我們就是一家人 所以這是他發自內心的這樣一個讚賞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美國社會對華人 對我們新一代華人 就是如何融入到主流社會 就是融入到去能夠擔當一些這個社會的 有影響力的這樣一部分努力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最大的褒獎 所以說 這一次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是不忘此行啊 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 對 等於是pumped up 就是說我們的努力還是會有效果 會帶來積極的影響 對 那你們的這些行動有沒有任何的媒體去報道呢 這次媒體報道其實是非常廣泛的 就是說無論是從報紙啊電視啊 在各種各方面的媒體的報道呢 就是說以後還會我覺得是會陸續的出來 但是我從我個人角度來說 我這次去除了我前面講到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呢就是說 我在2018年那個我參加了那個當初是所謂的白宮的亞太裔領袖會議 那時候是教育部長馬上趙小蘭那個主持的 那那個時候呢我們就是說各方的那個那個那個積極分子 從全國各地去的亞太裔人士呢就是對當初的亞裔細分進行了強烈的抗爭 那同時呢在後來的這個波士頓的那個法院開庭的時候呢 所有的全國積極分子呢又聚集在在一起 所以這次我能夠看到這個重新看到那些老朋友 其實對我們這些老朋友來說 我們真正見面呢可能也就是一次或者兩次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想法 所以我們見到那一起真的就是好像失散了很久的兄弟姐妹 那種這個互相的之間的融洽性呢 那真是說是無與倫比 在這次過程當中他們本地的那些組織呢花了很大的精力 那我們西岸的人呢主要就是說是一個參與者的身份 但是他們東部的是南到佛瑞北到那個Connected 他們那些康州的他們都是這個一起齊聚華盛頓DC 他們做了很多義工做了很多東西 當然了在華盛頓特區附近的這個馬里蘭州 和這個華盛頓亞州的那些義工 他們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那所以從我們這個角度來說 我特別想講的就是說 我這個跟華盛頓亞州的話 我是見過幾次 那這一次呢 就是有機會跟他就是說進行了詳談 都問了很多問題 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們接下來可能會講這個案子的成敗 但是呢 從他那個解讀呢就是說 我們在為我們維權這個路上 我們只是剛剛開始 是一個beginning 而不是一個ending 即使就是說我們這次哈佛能夠真正取得勝利的話呢 這個高法院能夠站在我們這一邊 那也只是一個beginning 這個事情的話 我和許多人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就是這一些 所以小唐講的是對的 我是看法不一樣 為什麼我看法不一樣 就是這一次當時的 我們最高法院的聆聽 實際上是affirm action的剛剛開始 有華人的加入 有亞裔的加入 就是反對affirm action的話 已經給美國的法律制度的這些東西的話 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困擾 而且一下要變過來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明年的6月份 如果高院能夠把這個案子打回去地方法院重審的話 這已經是個勝利了 或者他就說 我們有一些affirm action的這些東西好像是不怎麼對 我們應該重新審核 重新再去做 有這樣一個表態的話 已經是贏了 這就是water colony所講的話 因為water colony從這個反對的affirm action 90年開始一直到現在 它一直在 實際上我們在一步一步的在接近 包括Eddie Brown的話 他從Fisher的開始到現在 我們都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所以的話 我們華人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我們必須很現實 明年只要有略微一點的 主流現在看到了問題的存在 了解的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勝利了 這已經是偉大的勝利 至於你看到法庭的最後的結果 不要有太多的期待 儘管現在就是在大法官當中 好像有五到六個的偏著我們這方向 這的確 這只是把 affirm action的這個蓋子的話挑開了 接下來會有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這只是剛剛開始 我們非常要感謝我們 local的SBCA的這個組織 就是小唐 還有那個Tony 就是包括還有廖春華 都是代表這個組織 這實際上沒有他們的參與的話 這是不可能的 尤其他們的founders 他曾經做過President of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這實際上真正告哈佛的是這個組織 那麼我代表的是AAC 亞太裔教育聯盟和旅空他們在一起的話 我們只是在後面的時候 是我們開始發起的 但真正是那個組織 那個組織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有兩萬多個華人的家長 參加了這個組織 沒有這些人的支持的話 不可能走到這一步 我們從14年開始籌備的去告哈佛的話 到現在 但是我們不期待 我們覺得可能還需要十年 所以大家還要繼續努力 能捐款的不管捐給什麼組織 不管AAC SSFA 包括就是SBCA 還有Water Colony的組織 Egal rights for all attack 我希望我們還是要更多的捐獻 我們還要更多的錢 另外我想再通過這個機會 告訴大家一個事情的話 原來是代表 就是身邊的那位 William Conceval OK 他最後的才有兩個月 他dropped 因為他得了腦癌 實際上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他一直在奮鬥 他是一個就是 所以的話 我們在這節日期間的話 我們大家都為他禱告 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 這是他的確 所以最後是由他的助理來 就是在最高法庭上來打變的 我們之前發的訴訟 這是地方法院 然後一直在敗訴 最後上到了最高法 實際上從Ed Bloom 從他的角度來說 他說這是最好的結局 為什麼 因為如果地方法案判贏了 那麼其實我們 你等於是只是對一個地方行 那麼其他的學校所有的這些 我們都要重新再來一遍 但如果在高法上 如果我們有一個判定 那麼這個基本上就是 從憲法層面上 把這個AA就徹底在college 至少在明面上 在法律條文上 宣布他會非法 對 另一方面的話 從我們最高法院 他接案子這個考量來說 你像2020年那個 連總統的那個選舉他都不接 然後他卻接了這個案子 就是這個從有一些 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那邊碰到的一些 比較資深的人物 他們就說了 最高法院接案子 他都有一個考量 如果說他覺得實際不到 他是不會接案子 他如果要接案子 就意味著說他們內部已經 基本上至少是有一個公式說 OK It's the right time Let's make a decision 我覺得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應該是很樂觀 至少能從法律層面上 能把這個問題 能有一個yes or no 但是另一方面的話 Jeff也說得非常到位 就算是從法律層面上 我們有法律可以 Right So what Right We still have to enforce it 我們還是要去 執行他要去貫徹 所以我們2020年把 Proposition 16 16號提案 打擊掉了 就是捍衛了209 但是實際上像UC系統 他仍然還是在有條不紋的 去推他自己的這種 種族偏見的 automation 所以像去年 那個Limbrick 像我們這邊 最好的一個高中 他們的這個UC的 Berkeley的錄取率 就加基低了好多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 Enforcement 所以說 就算是法律層面而言 那我們還仍然要繼續努力 要沒錯 這些政客也好 這些學校裡面就是 你凡是迷選官員 那我們就要給他 這一個signal 有法律你就要去執行 如果不執行 那麼我們就要把你 把你拉下來 對不對 我們要支持 支持新的候選人 符合我們的理念的候選人 所以說 這個是一個長久的一個過程 也是對 不僅是對政客的一個教育過程 也是對大家投票人的一個教育過程 假如說你投的票 不反映你的理念 不反映你的立場 那你投票用來幹什麼 mass up你自己嗎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 我們就是大家 各個組織也好 像我們的候選人 好像Jeff是屬於身體力型的 他不僅是堅持理念 他還要出來去做真正的 做決定去run for city council 所以我們大家要團結起來 把合乎自己理念的這些politician 要把它推上去 然後我才能真正的把我們的各種 像公平權益這些落實到是處 否則的話都是一張廢紙 要有法律不一 那這個法律就是一張廢紙 總體來講這個征戰就是一個 ongoing 而且可能是永無休止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就其實挺想讓大家分享一些你們個人的 非常個人化的一些看法 就是你們到底為什麼而戰 只是為了一個好像的我們的孩子的實際的利益嗎 只是為了一個所謂的我要維護我們這樣的一個非營利組織 有更多的donor嗎 我相信如果最心底去問的話 就包括像為什麼Jeff唐會說我看到那個時候我會激動 那個激動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我的猜測是不是它還是跟真相跟什麼東西是真的 對吧 是那個truth的一個問題 這些東西其實才是真正讓人覺得熱血澎湃 或者極端的有時候氣氛覺得委屈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這個道理能夠被歪曲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一個真相能夠被某些人操縱到一個看似正確 實際上是謬誤的這樣的一個程度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理解我說的這個話 你們怎麼想 到底你們為什麼而戰嗎 實際上我是參與的很早 我可以說的話我心態越來越就變得平靜了 就是說當初的時候我跟就是Jeff唐一樣的心情的話 我非常的就是感慨非常的澎湃 但是經過了這麼多年了馬上要將近十年了 我已經開始有點冷卻了 我已經明白了 為什麼 實際上我看到的我們的華裔的和亞裔的 就是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 非常embarrassing 不管是在教育 實際上很多很多的問題上 尤其在法庭上我就聽到這件事 OK 那麼當初就是哈佛大學提出 他們要需要更長的時間 他們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過去的歷史上的對黑人的歧視 還去種族隔離的問題 但是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華人也是受害者 我們亞裔也受害者 我們從來沒有benefit 為什麼今天你們要的政治正確 然後犧牲的利益是我們 我們根本沒有參與過這些問題的過去的歷史 但是我們要為歷史背上負擔 你覺得這公平嗎 總之就像壓在我心裡的一塊石頭 但是我們華人的話不願意說出來 實際上我們把仇恨或者憤怒壓在心裡 所以的話我就每次感覺每次感覺 我為什麼要到那裡去 我希望我們的去能說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最高法庭 能夠聆聽了我們這事情 因為我在這過程當中 我告訴大家一個事實 當初我們的AAC的話 就是亞太裔教育聯盟 像歐巴馬的政府提出了這個就是要求 要求司法部教育部討論我們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得到了公正的區別 沒有支持一直搁在一邊 直到了川普總統上任以後的第二年的話 我們終於得到了白宮的答應 而且我跟宇空的話 我們還去了教育部和教育部長 談了這個事情 最後教育部司法部說討論哈佛的這個問題 他也不說一定有問題研究去看 逼著哈佛要出來 然後等川普下台以後 就是拜登一上來以後的話 馬上就把這個case取消了 不再談了 不再討論 但是我們這是一個民間的一個就是一個訴訟 所以能夠到最高法院 所以我們真的一步一步走上來 另外我還想說一件事情 我們這裡發生了很小一個烏龍 也不是烏龍 我這次的話 去了這個集會的時候 我還帶了兩份就是聲明 這兩份聲明的是我們亞太裔的congress的woman 就是兩個韓裔的共和黨的congress們 Yankine和Michelle Steele 他們對我們的支持 而且我特別強調的是Michelle Steele 她是在就是我們的法案當中的話 她聯合的Kevin McCarthy和80多個國會的議員 為我們這次的就是Hearing的話 寫了法律自由 Embrace Brief的話 是她發起的活動來支持我們 實際上Michelle Steele從1996年開始 就一直在反對這些affirment action這些 所以我們要知道 但是我們另外的一些華裔的官員的話 他們說了什麼話 我們要注意 所以我們投票也是 我現在不談這個政黨的正確性 我們這些東西 包括我們也看到在哈佛那天 星期一的話 尤其亞裔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臉的話 甚至還倒過來支持 就是覺得我們沒有受到傷害這些 我是覺得非常遺憾的 Word Conley他發過一個推 就是他回來以後 他說讓我這兩天最以為感動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呢? 就是我看到現場的亞裔美國人 他們的心態他們的精神面貌 他們不像是一些victims 他們雖然是在這個事情上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但是他們不會說 我們好可憐 求求你可憐我們 他們是站起來 就stand up 那個fight and voice out 他們的concern 要求equal rights 所以我們不要求優待 我們不要求任何的特權 那如果是說我們對所有人一事同仁 然後不要有任何不同的 因為種族這個問題 種族這個factor 你是沒法改變 你一出生就定下來了 不管你再努力 你不能改變你的種族 所以說如果說對所有人都公平 那麼這個種族必須是一個blind 必須要去掉的一個因素 不應該作為一個決定性因素 在入選上 要不然的話 努力工作人 孩子他們不再有動力去努力工作 然後不努力工作 孩子更加沒有動力去努力學習 努力去fight for everything 我雖然是一個偏保守的一個意識形態 如果這麼非得說的話 但是我也聽過一些自由派的一些argument 當然他們這就是左右之爭的一個很經典的一個命題 就是他會覺得那現狀反正人在世就這麼短暫 那有因為歷史造成的原因 一些族群的這種經濟上的弱勢也好 他如果說只是把一碗水端平 就按實際的現實的這個情況來的話 有一些族群確實是面對的 或者一些人群吧 他們就會持續的落後 然後甚至這個差距會越拉越大 這也相信是為什麼affirmative actions 當時的時候是一種試圖去救濟一些經濟上 或者是其他政治地位上比較弱勢的群體的 這樣的一個初衷 但是發展到今天這個時代的時候 因為我們確實看到太多的事情 已經有一點點變味了 然後實際上造成的逆向歧視也好 還是說對我們亞裔的這種 其實是一個間接傷害 我們是等於說多多少少加在這樣的一個中間 既是一個minority 就是非常少數的一個族裔 但是同時又因為這樣的affirmative action 使得我們的努力沒有被這個社會完完全全認可 但是所以說我就是還是說我們為什麼而戰呢 我說如果說華人我們還停留在我們的小孩上學的問題的話 這個東西很容易這個argument就被主流社會就dismiss了 因為你這個要的是一個高等教育 這個高等教育不是一個基本的生存權利 甚至說他覺得和主流社會所認為的社會公益相距甚遠 你在要求一個更好的東西 然後別人再試圖幫助的是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那我覺得確實是從表面上來看就不夠強大 但是後面的那個話實際上我們應該講的是那個道理是什麼呢 就是說人確實又是平等的 當我們允許一個社會有這樣負面的一個激勵 就是說其實你不需要去做特別多努力也可以得到什麼的時候 這個對我們所有人都是有害的 怎麼能把這些道理在我們的這樣的社區 通過我們的聲音大膽的勇敢的真誠的表達出來 我覺得這個其實反而倒是更大的意義了 Exactly 對 就是我們反對的 其實並不是說我們要去幫助弱勢群體 Ok 因為我們有各種program去根據經濟情況也好 根據這個家庭成長環境也好 這個是你只要不是racial based It's totally ok for us 所以我們反對的是什麼 如果你要assign一個weight 你要對不同的主族去給他一個不同的家權 這個本身就是非常不平等 就比如說我們四個人在這裡 OK We look like Asian Right 那你能說這四個人都一樣嗎 其中有一個人進了哈佛 那麼其他的三個人 OK You guys are like Because your culture is filled up Please go away Because you guys are all the same Jeff Jeff Tang當了PhD 然後他進了哈佛 那你們剩下三個人 I think I think it's good for that Is that fair? No 在這個不同的種族要區別對待他們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是我們其實應該倡導的是說 把人當成人本身 是我們一個一個的個體 是如此的不同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價值 但是這個也是說 我覺得你們的工作很有益的地方在於 通過這樣的對話 甚至結社 讓更多的有相似相同價值觀的人走到一起 形成一個更大的聲音吧 所以在民主社會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必須得用道理去讓人聽到我們的需求 對不對 所有的事情我們理解 都實際上和利益是有關係的 哈佛有自己的利益 他們的legacy的admission 你說說那些昔日的哈佛校友 他捐了那麼多錢 他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往進走嗎 肯定想了 這後面有利益輸送 但是同時也有更高層的超乎利益的一些 超越性的一些價值在那 那個東西其實對我們整體都是有意義的 我可以預測今後的走向 必須讓所有的人都看到 教育的問題必須面對 教育必須是以教育來解決 還不是用政治來解決 來解決K-12的教育 接下來必須要解決 誰是K-12 這是真正能改變的問題 因為我是我們學區的學區委員 所以這一點呢我特別想補充一點 就是說最新的這個加州的這個 這個Student Assessment Test的結果公布 就是說整個加州目前的教育狀況 到了一種 我覺得你作為教育局局長的話 都已經沒有臉面的地方了 就是三分之二的加州學生 他對加州政府設置的最低的底線 他們都沒有能夠通過 三分之二呀 我們講到對所謂的弱勢主義 剛才那個主持人講的特別好 就是說因為歷史的原因 那有些主義呢可能是說 他們要跟上這個主流 這個學生可能是有些困難 那其實真正我們需要幫的 那些政客他們現在是盯著是說 我們這個Ivy League University OK 或者是我們那些好大學 那你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 真正是要娃娃從小抓起 所以我在我們學區就是說 花很大的力量 我們就會去幫助那些 在第一年級 他們就開始出現困難的那些學生 那當然了這種學生 我們是不分他們的主義 只要你有這個需求 我們就幫助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給他們提供 這個free的after school 對不對 我們給他們提供那個free的 這個數學課 就給他們能夠說下個學期 你這個學期有點困難 那麼你summer來重新上上我們這個summer的這個class 那你秋季開學 你就能跟上大部隊 那我現在還在推的就是說 對那些真正的是說 這也是不是主義的 但是呢你相對來說 在Silica Valley 可能你這個政策呢 就是針對某些主義的 就是說你的家裡的經濟條件 沒有能夠足夠 你想省錢 所以呢你小孩子 家裡有個老人 你就不把他送去做pre school 但是我覺得pre school非常重要 那我就是說 如何能引進合適的非營利組織 相對的政府項目 能夠幫助他們得到free的pre school 那你真正同時去上kindergarten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再輸在起跑線上 所以你如果在起跑線上都不把他們拉平 你故意把他們放後 那你怎麼樣能真正去幫助到這些人呢 這個就是說 是要讓這些message呢 讓大眾看到 你如果真正想幫助這些人呢 你是要從這些去 謝謝你們的分享 我覺得這條路是一個漫長的 甚至可能永遠不會完結的一個道路 因為這是一個講道理的一個事情 對吧 而且真的是涉及到不同族群的不同的利益 然後只是說很多的問題 我們覺得是因為被權宜的一些想法 變成了其實帶有一點點不夠真實的 這樣色彩的時候 我們的很多對話就進行不下去 進行不下去呢 就只能靠意識形態或者強權了 就得靠誰政治力量更大 或者甚至有時候人更多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族裔至少在美國土地上 我們不可能通過人數來取勝 我們只能靠通過誠實的對話 勇敢的表達我們的心聲 來去讓大家聽到 我覺得其實是對所有人有益的這樣的一個聲音 對吧 那也再次感謝觀眾如果能堅持到這兒 也繼續支持我們優勢頻道 支持我們開放麦的節目再見